首先就是我們人生命裏面有不同的形態 譬如很生氣人、很煩惱、很負面 每一件事都有幾方面去想的 第一方面去想 那裏有經文的,我現在看經文下面 就是每一件事、每一個形態 就是我們內心裏面有些東西的踢實 有些不開心、煩惱、激氣、怒惱 就是有些人經常都憤世疾促、自卑 這些所有的形態都有個根源 就是有件事發生、有個傷害 跟著處理不到 跟著就在它裏面 就是有個來源 第二呢,它那樣東西不處理到 就好像你的牙石 我希望你們都會洗牙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去洗牙 你如果去洗牙 你就知道 如果你洗牙不乾淨 就是你自己本身擦牙不乾淨 它刮了很多小石 那些就是形類 就是比喻是形類 就是初頭是 每次擦牙 如果你擦是淋淋的 擦了它就走 但是如果你不擦了它 它就變成一些硬的 人很壞 我很沒用 我很生氣 我是廢物 它們也是廢物 這些就成為一個形類 在它裏面 以後都會影響 形類形成了之後 年輕人就生氣 年輕人就看小人 然後就影響了 影響它信耶穌 即有些人信耶穌 都覺得神不愛他的 又覺得那些基督徒 對他不夠愛心的 他總是說 人家都不愛我的 即有些基督徒 是經常都是 數算人家的不好的 這個就是他的影響 各方面影響 好了 難了就是 為什麼他改不了 什麼結實呢 就是他聽到聽了 應該改吧 他又不肯改 那為什麼呢 他難了 有些人就是這樣 他覺得他做事的方式 他的方式有安全感 即是他不採人 有安全感 所以他總是不採人 因為他不採人 他自己的世界 他採了個角落 他永遠 有些人都是回教堂 永遠都採了一張椅子 自己採那個角落 他有個安全區 他的安全區 那這個安全區 就難了他衝破 去跟別人溝通 去關心別人 就會難了他 好 然後跟著第五 就是醫治 醫治 需要醫治才處理 怎樣叫醫治呢 他曾經被人傷害過 怎樣能夠放手 讓他心靈有 耶穌的平安 耶穌的安慰 耶穌的醫治 然後呢 他醫治了 才能夠清理 清理那些東西 即是他心覺得被愛 醫治 然後再處理 所以這幾個要點 都很有幫助我們拆 拆一些營餌 我們今天講到 就是 受傷害之後有低沉 受傷害有低沉 那我們試一下 就可以討論一下 或者可以分享一下都可以的 你分享的時候 你不一定要很個人性 譬如說 有些普遍的傷害 那我自己可以先 就是可以怎樣分享 譬如我 小時候 家裏是 我 父母離婚之後 那後來 就是 罵得很厲害 打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發作 什麼時候會吵 那我就開始發惡夢 開始了 夢遊 這就是一個 傷害 影響了我 都有很多年 我相信耶穌之後 都一樣有惡夢 是很多年之後 才能慢慢清理到 所以這個 不是自動清理的 那時候我又不懂得清理 還有 有很多 教會未必有講 怎樣清理 沒有講到這件事情 怎樣 在裡面成為了營餌 去拆毀的 大家都可以想一下 低沉 譬如我來說 就是怎樣呢 我都在第一個事奉 尤其是第一個事奉 是那個影響 那個 心裡真的很悶 很悶 很悲悶 因為他批評我 我記得那時候 我剛剛看過電影 剛剛電視播出來 那個人 應該是加州海岸邊 加州海岸邊很長 一邊就是沙灘 他在那邊開車 他在那邊笑 哇 為什麼他這麼好笑 那時候我心裡很悶 為什麼他這麼開心 我會這樣去想 那時候會驚訝 為什麼他這麼開心 因為我裡面 那時候真的 很悶 很不開心的感覺 那這個後來 一步步清理 不過我現在說了 那個傷害 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些 的傷害 原來這些傷害在裡面 會這樣發生 為什麼我們學這些 第一 你拆解自己的營餘 你知道為什麼 這個營餘 變成那些牙石這麼實 怎麼影響我們 然後我們 懂得化解 然後我們第二天 才會幫人 要化解自己 才能幫到人 所以我的經歷 都很多時候分享 人家聽到 原來牧師都會有的 不只是平信徒有的 他們都會開始去 懂得 我們需要處理 好 有沒有人想分享一下 一些你覺得是一些傷害 然後有後遺症 遺留在這裡 那麼目的指是什麼 你不用說得很清楚 有些人物 不用說得很清楚 簡簡單單 那個目的 讓我們留意到 原來傷害是會留下 好像牙石一樣 留下一些營餘在心中 OK 引致人會低沉 好 有沒有人想分享一下 什麼情況下 我想可能是 有時候我在教會裡 有時候知道我自己的問題 我覺得這樣 應該不會這樣 為什麼會跟人家相處的時候 他不懂得說話 不知道怎麼說 覺得好像很自卑 後來我就學習那些 內在的醫治 慢慢慢慢 我求求助幫到我 能夠怎樣去原諒 原諒 從父母那邊開始 從兄弟姊妹開始 從先生那邊 慢慢慢慢走出來 那後來 後來這幾年我就不拍 我裡面 應該沒有了那個 叫陰影 還是石頭 還是我不知道 自然自然就沒有了 我不會再乎你說 就算我拍照都會說 現在 你這麼豬 你豬這麼長 我都會笑一笑 我這樣 我就說 不會像以前那樣 我想應該完全釋放 是 非常好 非常好 那我都想問一問你 為什麼我會幫你反思呢 你大致上是醫好的 是 不過會不會有時候都會說 哎呀 哎呀 真的自己都沒有什麼用 真的很蠢 為什麼我會這樣問 因為我自己 雖然我說醫治好 我以前的醫治好 我內中都會彈一些意念出來 好像覺得 有一種受傷的感覺 但是我盡快處理好的 那我就問你了 有沒有有時候 有人說 或者沒有人說 但是你自己說 哎呀 都是沒有什麼用的 我自己都是很蠢 就是這樣 會不會有些彈的意念出來 可能你很快處理 會不會都會有時候 出現一些這樣的意念 會有 現在偶爾都會有 偶爾都會有 但是 我就 我就將話 我就透過 我將這些 我都會交給你 我將我裡面的發言 那種感覺 那種 心態上 我全部都交給你 因為我知道主 你是怎麼看我 我 我在你的眼中是寶貴的 是的 感謝主 那個名下 我也是 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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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諒 就是 連我女兒都可以這樣說 你什麼都不認識 你這樣 都是這樣說 萬一她有傷 是的 她說的時候 你會不會有些不舒服 會 會了 還是我女兒 當然會不舒服 但是我都用那種 情緒負面的感覺 交給主 說我這些 或者是從惡者禮 或者是怎樣怎樣的 我都立刻對付 感謝主 現在不會立刻對付 現在不會立刻對付 這個就是處理 要點就是 我們不會一次過 什麼都醫好了 其實在我們 今生 仍然不斷 這些意念走出來 現在是這樣的 那個人曾經在那方面 受了很多傷害 那個 那一方面 是更加容易再受傷害 就是以前被人說蠢 或者被人說你醜樣 或者被人說你媽媽 以後 一有些小小的顯示 就會彈出來 那個問題 就是有些人 是不會處理的 就是她就覺得 我已經沒事的了 那她不處理 但是有些人 是會刻意處理 這個就是成熟 就是我自己都會說的 我不是沒有負面的感覺 不過我盡快處理 這個就是一個要點 有沒有人想有分享 或者是問 提問 就是問問題 那我先分享一下 那以前曾經去做 有些事情發生了 那我先說了 就是跟完了 有些事情發生了 那營裡就說 有一些思想在裡面 很容易會 好像地雷一樣 很容易會再激發 很容易會再影響自己 那些思維 如果處理了 那個營裡就可以沒有了 譬如在當時來說 我那個若干年的時間 但被那個童工批評之後 我都有很多年 那個心裡面 是很憂傷 低沉 但我又不是去到低沉 不會做事的那種 但是那個心不開心 還有那時候我真的 希望耶穌快回來 那我就不用再做 我其實不怕做 我是怕人批評 因為那些人的批評 是令到做得很辛苦的 就是已經做得太受苦 那變成了 是有一種逃避心態 而現在我是積極去 積極去想去尋找更多的事奉 跟那時候是不同的 那時候是想快些 耶穌快些 就不用再遇見這些迫白 有時我都會想 耶穌快回來就好 我都會現在 我都會這樣想 就是說 耶穌快回來 快去天堂了 但是我的心意 我都想 好像保羅都說到 我寧願離世與基督同在 這時候很多無比 他說兩難之間 好了 那我問問大家 你有沒有發覺一些持續會出現的感覺 有時有些就持續出現很多的 有些就越來越減少了 即是說處理了 有些是難些處理的 就在裡面卡住的 我會說 我會說 那個回應就是 有時有些人說了說話 我裡面想爆炸出來 那你問的問題就是 怎樣控制自己 那我回答給你 第一不是控制 如果控制就很慘 控制是怎樣 很生氣的 不過我現在壓住不要生氣 這樣很辛苦的 要化解 這裏去到後面那裏 即是怎樣去化解 我們知道它的影響 還有難處 為什麼我處理不了 我怎樣得醫治 那醫治怎樣得醫治呢 譬如在祈禱的時候 得到安慰 和耶穌原來知道我的痛苦 那些辱罵 我們人的辱罵 都落在耶穌的身上 聖經說 其實他們罵我們 其實罵在耶穌身上 還有 還有耶穌幫助我 我必不懼怕 人能把我 怎麽樣 神已經受落了 神幫我的 那你就一直告訴自己 我是有盼望的 所以你需要在神的同在 我們會多些和你祈禱 讓你的心平安、輕省 我是蒙福的 即是由一個受傷的心 變成一個蒙福的心 這個需要時間的 這間的祖母 在祈禱的時候 是否還會被偷走 你會尿命 在祈禱的時候 你會找到 這間祖母的心 那些祈禱 是可不可以 你會想像 那些祈禱 那些祈禱 才會有聲明 自你會找到 自己的祈禱 你會想像 你會想像 那些祈禱 這個祈禱 真的 有一個祈禱 你會想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